春节长假还未结束,新春一考即开罗,大年初五,中央戏剧学院率先揭开新年一考帷幕。 记者从中系了解到,中央戏剧学院2018年专业考试由东城校区和昌平校区两个考点,考生均在东城区考点参考。 开考的三个招考方向为换剧影视表演,戏剧教育和广播电视节目主持共5116人次。 来自山东的考生苏宇杰告诉记者,考生以20人为一单位进入考场后场,诗人一组进行考试。 嘉余男孩成员易烊千玺,9040分左右现身考场。 今年她报考了中系表演系,易烊千玺告诉记者,自己准备朗诵诗歌穿裤子的云。 易烊千玺参加了央视春晚,被问及为何考试做准备,她说自己春晚之前就做了准备,春晚以后就一直留在北京。 表演系一直是中子的热门专业,2018年表演系共有9758人报名,暴露比195.1,其中话剧影视表演计划招收25人,报名人数高达9693人,暴露比高达388.1。